剪掉人員池搜索票進入豪宅 儲藏室天花板層板打開 找到一疊又一疊千元大鈔 白花花的現金都用塑膠袋裝起來 就連客廳天花板也拿出一袋又一袋鈔票 還有一部分藏在不起眼的保麗龍盒子裡 剪掉還到地下室搜索前妻車輛 在中控台置物盒找到大鈔 這棟房屋就是進口蘇丹宏的 近戰公司負責人李彥廷的前妻所有 檢調陸續在屋內搜出兩千多萬現金 疑似在三月八號李彥廷以八十萬交保後 工程領出的千萬現金放在保時節裡 但檢調追查到醫院地下室 卻找不到現金 後來發現是李彥廷前妻 從帳戶裡提領了兩千八百三十億萬 有兩千一百六十萬藏住家 一部分是律師費 其餘款項下落不明 試圖隱匿犯罪所得 李彥廷進口蘇丹宏大賺黑心錢引發食安風波 高雄地檢署六號偵查終結 依食安法起訴李彥廷也將他名下財產全部查扣 包含十三個帳戶約四百九十萬 二十二筆土地九筆房產價值約一億零四百七十萬 保時捷漢冰市兩部名車以及前期加查扣的兩千多萬 總共一億三千四百八十萬元 起訴書也提到早在二零一八年就在邊境抽檢時 發現從大陸進口含有蘇丹紅辣椒粉 但多次洗產地到香港換櫃報關 再換不同公司名義進口 如果下游廠商自行採樣 李彥廷還會指使員工更換成合格的檢驗樣本 檢方起訴李彥廷和前妻等六人 也沒收犯罪所得三千九百九十四萬 對六家公司儲十二億元罰金 TVBS新聞李戰勝 宋阿娟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